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上个星期五 记不记得上市跟上跪 两个市场爆出了近期以来的最大量 爆了最大量之后 很多人就担心了 尤其是有些人 就是这一波都没有跟上 看着这个指数晶晶涨上来的投资人 心里面就会想说 会不会在这里就真的是 高档反转要下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大盘 其实大盘严格上来讲 在上个星期 在上个星期创高出大量 这个是事实 本来就要整理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过去 你看我们往前推 过去每次出大量 他就会整理 你看 这个量出了大量之后 放这样 比较清楚一点 出了大量 然后就开始整理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一样 特别是在这个二月份的高点 这个位置的时候 过完年 然后又建了大量 那大量之后 开始出现整理 可是未来又创高 你看再加上看 你看 你看KD值 每一次在80之上 伴随的大量 他一定会拉回 这次也是一样 也是在80之上 然后出现个大量 所以压回 可是压回 它是修正过热的指标 包含 OTC也是一样 它也是出大量 然后KD 在80之上 顿化了8天 那顿化了8天 但是因为这个行情 你可以发现到 像今天礼拜一 仍然盘中有很多档股票 涨停板 甚至这个指标的股票 比如说 6116的彩晶 对不对 那你说大盘全面走完了 走空了 要下来了 这种指标性的个股 绝对不会 锁得紧紧的 现在这个行情 它是一个资金的轮动 修正技术指标 只是让类股 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那涨太多了 就会有人拔挡 就会有人拔挡 那拔挡完之后 会不会再转强 那看你后面的技术面 以及你的业绩 能不能够跟上 或许在现在公布 三月份营收之后 可能很多人 营收公布之后 会有一些疑惑 那明明是营收 不错的股票 为什么 今天出现震荡压回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讲 以目前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你必须保有弹性 就是你手中的资金必须要够 像上个星期五 我也跟各位讲 礼拜五创新高 指数创新高 我一口气 把我们家族成员 大赚获利入在三档股票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今天找盘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客户 上位指数八天 KD在80之上 那KD在80之上 高档顿化 你一出大量 留下黑KD之后 那一定是要换手整理 可是换手整理 是调整位阶 资金转进 极其低的成长股 那么上个星期 我已经获利 出新三档股票 持股水位很低 所以这个 现在就是 我们可以谈到 就是指数部分 当然 他今天开盘 毕竟一万七千点了 然后开始出现震荡 这就符合我当时 跟各位讲的 我们跟各位讲的 他在这里是个 结构性的调整 极其高的 会修正 那极其低的 或是营收数字好的 或是两者兼备的 他们整理完之后 还会再上去 来 像上个星期 我跟各位讲 我说 有些股票 是这样子 你先去买 你不要去追涨停板 不要去追涨停板 那上个星期三 我跟各位讲 我们比的 就是谁先进场 那么10点29分 买进华金科 我说当天就足足赚4% 当天就足足赚4% 10赚的 那个价位 我也有跟各位秀过了 各位可以去对 10点29分 买完 拉涨停 这一段就是4% 那震荡格局当中 其实我跟各位讲 我说这间公司 它就是去 坦白讲 它就是独吞 小米车用大单 那我认为它 营收部分来讲 会持续上去 三万份营收 现在公布了 年增8.33亿 这个三万营收 8.33亿 年增128点 128.72% 你看二月份营收 二月份营收 五亿三千万 结果 三月份营收 一公布 你看 哇 创下 近期的新高 来到八字头 股价直接涨停板 年增128% 直接攻上涨停板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轻轻松松地买 当天先赚4% 所以你这两天的震荡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你是赚钱的 如果你去追涨停板 如果你是追涨停板 你买在这里 那么我告诉你 你绝对隔日冲 冲掉跑掉 你绝对跑掉 那你可能赚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跑在这里 你可能停损出掉 为什么 打破了 有没有 跌破了你的成本价 涨停板成本价 对不对 你追涨停板 跌破了 你可能在那边 选择短线卖掉 那你就抱不住 你抱不住 今天的涨停板 你不但赚不到 而且以后这档股票 它如果一路再往上走 你绝对买不回来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不追高 最大的好处是 你抱得住 那个波段的股票 你抱得住 你不是差一根 如果华金科未来 还有再创高的机会 一根两根之后 还有第三根第四根 那其实 你为什么不选择在这里 相对整理完毕之后 在这里就去买进 对不对 来 那我常常有跟各位 讨论一个观念 我说股票不要去追涨停板 你必须买了等涨停 有没有 来 这档股票 金豪科 3月18号 轻轻松松的买 好的股票就是涨不停 就是买完 一买就开始慢慢涨 一买就涨 但你不要追 对不对 他该喷的时候就喷了 然后接下来 再慢慢涨 该喷的时候又喷 就来到一百三十几块钱 这个波段大赚四十五% 就到礼拜五 这场上公高 最高来到一百四十五块钱 那一天高档震荡 我也告诉大家 我说你就抱着就好了 因为波段已经赚54%了 所以你能够耐得住震荡 我认为未来他还有机会再走 那所以我礼拜五跟各位讲 我持股留着 今天是不是 还是很强 3月营收19.1亿 年增31% 再创历史新高 像这种 有数字的股票 他们绝对会是法人口袋名单 什么叫有数字 您说好 获利加 会涨价 最近的题材都流行这个 但重点是 会涨价 有题材 有数字 请问各位 那你赚了多少 我不晓得大家金豪科 市场上金豪科 一般投资老师 投资老师赚多少 我扎扎实实跟你讲 我3月18号买 我报到今天礼拜一 我还报着 对不对 就从这个93块7 到礼拜五的高点 145块钱 我已经大赚54%了 我已经大赚54%了 那3月份营收 再创历史新高 这就有跟各位讲 它的数字 还持续的往上成长 那代表说 它的股票怎么样 还有机会再涨 还有机会再涨 那短线上面 我说有些股票 你可以去做调节 因为 有些股票 它比较活泼 短线比较快 你买完之后 对不对 很快的 一根 两根 三根 涨停板 像这个股票 G欧 我买完 在这里买 4月1号买 4月1号先买G欧 买完之后 7号涨停 8号涨停 大转出场 你看见没有 对不对 因为它是属于短线操作 你短线上面 你能够先进场布局 买完之后 涨停 这个大涨涨停 涨停 然后再把它出掉 今天是这样走的 这上礼拜跟各位讲的 这个普陈 也是一样 4月1号先买 买完了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礼拜五大转出场 属于这种快速的 买完之后 一根两根三根 然后获利出场 6129 今天 差一点打到跌停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你在这里 你要做好准备 所以回过头来 我说上个星期五 我们一口气 大转出清 三档 获利的股票 是获利的 那要的是怎么样 就是去买进 新的标的 那买什么 我们要选的是有数字 有题材的股票 所以有数字 就代表说 它不会只涨一天而已 有题材有数字 它绝对是法人口袋名单 那我们待会会跟各位讲 明年有一档股票 我们要进场布局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去除PM2.5 达99% 有效抑制流感病毒 空气变好 一看就知道 台湾销售第一 Panasonic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看电影的时候 可不可以 自然一下吗 当然好咯 有自然滋味 很放心 无添加味精 人工防补剂 人工色素 清爽不死咸 给全家吃的 这样要学最好的 自然滋味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我们都是石头 不断滚动的石头 就算迷路 就算碰撞 也要滚出自己的模样 和志同道合的石头们 互相打磨 一起发光 全球人寿 服务接班人计划 让你 不用靠人脉起步 从服务接班开始 成就事业 从Rock到Star 全球人寿 像微风 扶过宝宝肌肤般舒适 日本妇产院 No.1之选的一级帮 360度超透气 以云朵般的极致触感 给宝宝舒适拥抱 帮宝室 我相信好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体内代谢好 气色自然好 Baby幽诺乳 人宗当政年间 人才辈出 神童出身的艳书 为人刚俭威猛 文学出众的范仲淹 更是允文允武 忠于职守的韩琪 勤振爱鸣 周一至周五 思思琵琶润喉糖 护城币 掌握市场现机 中市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三点 金融百分百 定兆域 期盼东西 但您掌握市场趋势 好 那另外 我上信就跟各位讲 这个会特 6706会特 那今年mini OED出货会爆发 会爆发 上个礼拜公布来营收 6706会特 来 三月营收 4.06亿 年增40% 再创新高 可是股价呢 短线上震荡 达到跌停板 那我认为在这里 它震荡压回 没有走完 只是短线上的走势 比较激烈一点 而且mini OED 在今年 对惠特而言的贡献度 会从原来的三成 拉高 拉高 大概四成左右一个水准 所以我认为惠特在这里 虽然短线上 遇到震荡拉回 可是未来 还有机会再上去 所以股票 其实 坦白来讲 你必须要忍受 短线的震荡 那你这个数字好 你只要不要去追 涨停板 不要去追高 像惠特 坦白来讲 我买的股票 惠特 我短线也套住 没有关系 我也坦白跟各位讲 成本我都跟各位讲了 我们2001块钱买进一次 219块钱 220块钱买进一次 可是我认为这档股票 未来还会再走高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再来 像这档股票 61亿的经验 我们在上周 礼拜四买进 那买进 当时我也跟各位讲 9点02分 买在哪里 144块钱 我说我一买先赚5.2% 隔天再工涨停 隔天再工涨停 两天两支 我144买的 收151.5 今天最 礼拜五来到166.5 那经验 经验拉高 我们短线出一次 短线出一次 我们在这里出掉一趟 经验 就是你的操作 必须要去相当灵活 那我们股票也没有很多 就像我跟各位 谈的这些股票 对不对 买完 工涨停 再跳空 所以你是轻轻松松的 获利入带 就像我跟各位讲的 你必须要做 有数字的股票 这张股票 法人的口袋名单 有数字 有未来 因为 他的 他的那个 怎么讲 他的故事 还在持续的 在发酵 所以这档股票 今天我们出售买进 那未来整理完毕之后 如果再往上攻高 我再开给大家看 没有问题 可是你会问 为什么现在你不开 很简单 我还要再买 因为有数字 有未来 有题材的股票 通常是法人的口袋名单 而且有数字 有未来的股票 他不会只涨一天而已 所以这两天 在这里 利用两根红盔突破之后 今天 在这里做个整理 那未来 还是有向上的空间 还是有进场的机会 就像我跟各位讲 先进光一样 五天五只涨停盘 我们先前做一趟 对不对 我记得当时跟各位讲 在这里 有没有 在这里 这一根我说爆料换手 记不记得 从这里 我们把它拉近 拉近 看 这一根 有没有 我说从这里开始 从55块钱 这根爆料换手 一路涨到这里来 我们再进场 就是这里 90.7 就是这里 这一根 就是这一根 那一路上去 那这个波段 已经大赚五成四了嘛 最高来140嘛 因为它被分盘交易 那你看公布的营收数字 年增54% 所以这我跟各位讲 这就是 涨不停的股票 其实想跟各位讲 华金科 有数字的题材 有数字 有题材 慢慢往上垫高 今天在工涨停 独吞小米车用 晶片大战 金浩科 一个波段 大涨54% 我非常大赚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我还没有获利入贷 好不好 我这样坦白讲 我还没有获利入贷 可是 我们从这里买进 到礼拜五 一百四十五块钱 已经大涨54% 我怎么卖 我都是大赢家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 我们刚刚跟各位讲到了 我们要买的是 有数字 有题材的股票 有数字 有题材的股票 涨不停标股 就像我跟各位讲 像先进光 一路涨 涨不停 那这种有数字 有未来 法人口袋名单 好不好 你今天只要认同 我的投资观念 很多 不要追涨停板 要来涨停板 来追你 要底部进场 要做有数字 有题材 法人口袋名单 你认同我这些观念的 你前面都没有赚到 没有关系 哪怕像先进光 你没有做到 哪怕 像华金科 你没有做到 都没有关系 来 今天这档股票 把它带回去 好不好 做新的股票 打电话进来 这档股票 我就带你进场 祝大家超出顺利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